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介绍了就是国际拼联的 他是有一些创新 最主要的就是世界联队有权利挑选对手 所以昨天呢是在双打当中挑选了陈梦和朱玉玲 单打呢是金锦娥选了这个丁明作为对手 杨颜颜这一点上我觉得确实对这个世界联队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他在这个挑对手可能他们心里边这次参加比赛中国队一共有三名运动员 那么在单打上面他们想跟谁打可能在心里边 提前可以在思想上有一个预热 但是对中国队而言呢他是在比赛之前五分钟才会告诉中国队队员谁对谁 大家看到这场比赛呢是世界联队的萨玛 对陈梦现在陈梦在局数上是2比1领先 陈梦呢在前一段时间是获得了国际拼连职业巡选赛中国公开赛的 小将呢原来来自山东 2比1领先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名运动员呢 虽然是一个右手横板一个左手横板 但是呢他存在着亚洲横板和欧洲横板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欧洲的横板运动员横卧球板运动员 这个节奏变化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陈梦的这个亚洲型横卧球板的这个运动员呢 他体现在这个进台快速速度比较快上面 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昨天的这个比赛呢 中国与世界的世界挑战赛 男子的比分是2比0 女子呢也是2比0领先 昨天陈梦呢打了一场双打 他和朱以灵配合战胜了萨玛拉和冯天威 泰玛拉在前一段时间啊 获得了世界杯的女子单打亚军 决赛当中是输给了刘诗文 这也是欧洲现在最突出的选手 这个球我们看到在萨玛拉侧身连续拉的时候啊 陈梦就是憋住他的反手位的大角度 所以这个比赛当中 乒乓球这项运动特别注重的是落点 其实这个落点你看差这么一厘米 或者是这个很小很小的距离 但是它的效果 收到的效果不一样 嗯 刚才萨玛拉的这个弧圈球 大家看到这个节奏就非常慢 欧洲这种弧圈球啊 它就是一下一下的 它不是强点了 它是停顿一下 然后再甩手 它最好的发力时间呢 是退到远台 然后能够拔出手 拉开 停顿一下 大动作甩 这是欧洲弧圈的特点 现在场上比分是陈梦2比1领先 那么这一局的比赛呢 嗯 应该说陈梦非常 在揭发球这个阶段 非常小心谨慎 也就是赛马拉的技术特点 优势的一个环节上 对于梦2比1颗的技术特点 我觉得陈梦这个优势还在它的速度上 中国的横板运动员呢 它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风格和特点 萨玛拉的这个反手的感觉特别好 对从放高球上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陈梦呢是在机会球 其实乒乓球啊它有台就是自己这半台当中 其实是有九个点 那么处理这九个点当中呢 每一个点都要有自己就是每个点的打法 而不是一个用一个动作打不同的这个点 刚才那个就是一个专门一定 这个打机会球一定要专门来练 打机会球有打机会球的动作 又来了 我们看又是高球 好球 这时候陈梦呢 没像刚才那样连续打对方的反手 而在第二板直接就打到了对方的正手 就打到了对方的反手 就是一个转发的对方 首先就会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和一场非常重要的 是你跟各位的现在你们分别 有一个个理想就好 那么大家说谢谢什么 我刚才